莽小五在屎尿屁这条赛道上正是一骑绝尘 这天小五又被妈妈使到临头了 给孩子砸得脑瓜子汪庸的 跑到旁边委屈地看着游客 仿佛在说 莽老三又在高空抛舞 姨们快教育教育他 自从莽小五用手堵捉莽仔 不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拉青团后 就好像和莽仔的青团留下了不解的缘分 这天莽仔正在解决雄生大事 小五赶紧过来 好奇地去看妈妈在干啥 正好接了满脸的青团 身心舒畅的莽仔开心地左右摇摆 而小五在下面气得转来转去控诉莽仔 高空抛物都砸到小熊了 为什么不道歉 莽小五和莽仔立志要走搞笑熊社 当莽仔还想像小时候一样 把小五叼起来的时候 发现实现起来非常的困难 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在木架上爬行 还有点想不通 我的孩子啥时候变这么大个了 只能说莽仔的搞笑熊社不倒 现在的小五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能征服小树的小五了 昨天的小五凭借着一熊之力 跨过了塑料膜努力地往上爬 还在树上左右摇摆地跳舞 到晚上了也不愿意下来 急得妈妈在外面进进出出地到处找小五 这等他下来了不得挨一顿竹笋炒肉啊